国内男性高云祥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,涉及入信亲二线,老婆董玄不离不弃,力挺丈夫无罪更是举全家搬来澳大利亚,更在诉讼过程,终未求丈夫保释,向法官担保全家人院交出护照,也在当地付好一年房租,打算长期抗战。 高云祥和董玄这段婚姻并非男方的一婚,高云祥获取曾与影视公司高层有段婚姻,在当事人上未回应高云祥先前因性签案在澳大利亚被关,董玄则为旧夫多次带女儿到澳洲厅审,上月以8600万天假获得保释,但不介意法官在亭上透露在案发现场,找到高云祥的经验与相关见词,董玄仍愿意陪伴老公渡过难关。 日前更亲自陪获释的高云祥到警局报道,最近有网友爆料,趁高云祥的第一任妻子并非董玄,而是一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名叫邦华,是海润影视的高层。 2003年高云祥演出的电视剧,也是由海润出品,文中称樱荒华事业心太强,又迟迟了让高云祥母亲报寸,婆媳问题最终导致婚姻破裂,而高云祥恢复单身后第三年,才预见现任妻子董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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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